应有自由中国你我使命的旗帜上 白底黑色的五角星取代了中共五星旗 在韩亲眼和国际人群连带的成员 日前在首尔中国人聚集最多的大连动 举行白纸示威 表达对中共的抗议 我们要的不是说对抗任何形式和任何国家 我们要的只是想要中国人民过得更好 像韩国人民 像美国人民 像欧洲国家 这样的一个就是有人权有尊严的活法 而不是饿死病死 中国疫情爆发以来 染疫和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医院人满为患 对此参加集会的中国留生表示 中共政权对民众的健康丝毫没有责任心 但是我看不到这样的数据 甚至你对于国民的健康根本没有责任心 你新冠的病株有没有变异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都没有一个监控监测 这样的事情应该去做 没有去做 这是政府的无能 韩国松破区的大型中餐厅东方明珠 被质疑是中共在韩国非法运营的秘密派出所 该消息传出后引发社会热议 参加抗议的留学生表示 韩国距离中国很近 因此存在很多的中共监听组织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 全韩学者联合会简称学联 当然他们名义上说是帮助中国留学生 但他们实际做的事情可能是在做监视 之前我们去宏大举行活动的时候 就有人在学联的群里面进行举报 进行这种就是说 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威胁的语言 这样的事情是有过的 假如说就学联这样的公开组织 不去取缔的话 那以后中国留学生在韩国也是不敢发声的 2022年11月末开始 乌鲁木齐大火引发中国多地民众自发集会 抗议中共不人道的疫情封控政策 手指白指高喊共产党下台 这场白指运动也源自到了海外 韩国华人和旅生持续声援 中国大陆民众 新台电台记者经验 李时久韩国采访报导